音乐 我想很多事情都是随远而来 因为当初我们建设公司 我们标了这块土地在后面 那后来我想在干的过程中 我来看的时候才发现说 后面怎么有一块基地 那房子几乎全部倒塌 我就请同事去问问看 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 大東日民国前13年 1899年 安保衛省東城に生まれた 18歳の時 新林大学に入学し 人文学部哲学学科に進学 在学中南京で五四運動に参加し 当時の少年中国教会の 主要メンバーの一人でもあった 22歳で都米市 ウィスコンシン大学で哲学を学び 特に西洋の哲学者ヘイゲルの 観念論に熱心 中国に戻った後も 彼は哲学の世界に専念した 近代哲学 思想史において 東洋の詩人哲学者と称される 本東美教授的故居 我们是在古林街的六四巷四号 应该是当初の日治时代的 帝国大学教授的宿舍群 本東美の居所は1929年に建てられたものだ 1947年 本東美は台湾で講義をした後 台湾に移住した 翌年台湾大学総長の ズワン・チャンコンに招かれ 台湾大学哲学科で教鞭を取り 台湾大学哲学学科で教えることになった 偶林町にある台湾大学の寮に住み 方東美は50年以上にわたり教鞭を取ってきた 彼の思想は 哲学に多大な貢献をしただけではなく 学生たちの態度にも大影響を与えた 在府仁大学上課内 第一天我真的很訝異 那个讲台很大 全部摆了录音机 很多学生都拿录音机去录 我第一次看到还有上課要录音的 其实我本来 其实我不认识方東美教授 他讲到说方東美教授 他是台大很有名的哲学系教授 我觉得方東美教授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 怎么可以把他的房子 败败在这边没有修复 他其实因为方教授离开了之后呢 就没有人住了 其实房子都一样 当你没有人在里面居住的时候 他就没有做好维护的情况之下 就很容易就会破败 他其实是有以前都有日式的施工图的 所以说我们等于是每一根构建 每一根墙体 每一根这个瓦片 都有重新检视过 透过修复过程去复原作作 但是它的软体的部分 也就是它的历史部分 你不可能去改变它的 那这个东西确实就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 这个建筑 我第一次来是陪方老师 搭普大校车到西门町下车 那是我第一次进来 那当然就开始聊天 聊很多东西 那一直聊到两三点 然后方师母才出来说 哎 赶快来吃饭 赶快来吃饭 我就在那边吃 那是我第一个印象 那时候我来的时候也会看 哇 这个房子还不错 因为他是方多梅教授的故居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将来我如果修物还成 我也是希望说能有老师 可以来这边讲男生哲学 他其实这一栋建筑最主要是 那他的生活的模式 他的论述 他的研究 他的这个思想 我想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发言 房東美は一生涯に渡って 日記や辞典を書くことはなかった 彼の生涯や人柄に関する情報は ほんのわずかしか残されておらず この居所がその中での証言となっている ここで現代哲学の巨人である 房東美の思想の宇宙を 垣間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